哈喽,我是Kan 今天要来分享胜利女神尼姬有关战斗力方面的详情 我是在这个英文维基网站priven.gg看到的 它可以说是一个不明显的机制或者系统 也就是关卡推荐的战斗力 以及它如何影响你的队伍 早期的副本只要你去升级自己的队伍呢 基本上都是可以超过副本推荐的那个战斗力 直到第四或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才会明显的遇到这一个问题 这一个网站称之为关卡惩罚系统 当我们的队伍战斗力低过推荐的那一个的时候 它会降低我们角色所有的数值 同时承受的伤害也会增加 这里是说到关卡惩罚系统在放置游戏是很常见的 主要是为了鼓励玩家去增强他们的角色 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打败最后他们卡关的那个副本 在封车第二次的时候 这个系统就出现了 所以之前这个危机呢 就大概知道是会有这样的东西 以上是相关的例子 比如我们的队伍有11000战斗力 这样关卡的推荐是10000 高过了1000 在这里呢是增上了10% 可是如果你的队伍呢只差1分9999的话 系统呢都会将你的伤害减掉了25% 所以这个数值是蛮大一下了了 8499的话减掉了一半 而如果你在5000以下完全是没有伤害了 基本上你打敌人呢是一雪一雪这样打的了 像刚才提到的除了打不到伤害 我们的血量跟防御力同时也会降低 不过最后这里补充的是 这一个惩罚系统目前只在主线副本里面 他们在模拟室那边测试了 就算我们的战斗力是低过推荐的 属性方面是没有降低的 所以其他的玩法是不是暂时也没有被这个东西影响呢 另外他们也提供了要如何去提升你的角色战斗力 总共有7个 那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升我们的角色等级 第二是稀有度 SSR的基础战斗力呢是高过SR和R的 如果我们平均去升五个角色 其实会更好过你去只升一个输出 像我自己也是每位角色五等五等这样升上去了 再来是突破你的角色 然后装备去升级它 角色的技能同样需要升 接下来是循环式 之前影片我也说过的 它就是会慢慢提升你的角色能力 根据不同的企业和职业 而最后第7个呢 就是角色的好感度 我们同样是需要去升的 虽然这一个系统呢是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的队伍战斗力低过的推荐 影响会蛮大 可是也不是说必定输掉的 网站这里呢它就讲到了 如果我们带一些可以去减敌人伤害的角色 比如鲁德米拉 这样的话去打一些高过我们队伍的关卡 是蛮重要一下的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 那这一次就是大概让大家知道 这款游戏是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呢 不懂接下来会不会改动这方面的东西 如果后续有更详细或者更多内容 到时再来说一说 好的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